今集有少少不同, 談談飛機來不如 我想介紹香港人的航空 英航國泰航空的一個新航廁 由香港飛去巴塞羅蘭 我拍攝這一程是回香港的 因為我們去了馬德里 這個就是Alprat國際機場 國泰航空的櫃桌 就在左邊最小的位置 很容易找到 還有我們今次坐商務客位 可以用這個VIP通道 兩天就能過海關 很方便 國泰的商務客位都可以用他們的VIP後機室 但要先過海關 在老麥旁邊 一走進去, 你會見到很多人 因為這個Lounge是有很多不同公司的乘客 都可以共用的 我們走進去的時候 就中午十二點了 整個場是爆了 你想找了空椅都沒有 還有那些梳化就比較舊 好有這個金沙水療感覺 這個Lounge就會提供一些基本飲食 好像你說果汁牛奶 咖啡、啤酒、汽水 都有的 還有一些麵包 最重要就是有部咖啡機 馮小姐在這裏拿了一杯咖啡就走了 好老實說 這個Lounge就不是特別飆青 遲下兩條影片 我都會介紹一些漂亮的Lounge 那你就可以做一個對比了 我們現在就上機了 看看這部飛機是怎樣的 為了要更多的 我是剛才用心子 det 那些天曙駛 對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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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對比比對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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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對比比… 這就是我想知道 一上飛機, 你會發現機器是沒有頭等的 不是因為他們輸期又輸到瘋了, 忘記加進去 是因為真的這樣的 很多航空公司的 A350 都沒有頭等 直接由 Business 到 Premium Econ 然後就 Economy 這樣 這個就是我的位置, 15K 他們就是採用 121 人字型的排位 機艙挺舒服的 先坐下, 位置也很寬敞 有一個大螢幕, 待會再詳細介紹 還有很深的, 前面有很多位置 6呎以上的人絕對足夠 旁邊也有一個小小的儲物位 可以讓你放下手袋和手提電腦 而在通道那邊也有一個扶手 一按進去, 它就會彈出來 還有一個位置讓你放水 左邊有一個拉出來的屏幕 有一個小螢幕 輕觸式的, 你可以在上面選擇氣體 還有小燈 等機艙關了燈, 你可以用它來看書 數一按鈕 下面的按鈕就是用來攪椅 由一個座位變成床的時間 都很快 大概20秒左右, 就完成了 前面還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它裡面有一個BOSE的耳筒 有幾個插頭, 有一個USB 還有一塊鏡 有一張小餐桌, 側邊拉出來 再反出去 它隨機也會附送一個Amenity的小袋 裡面有什麼呢 有一個眼罩, 耳塞 三支不知道什麼 牙膏, 牙刷 還有一對墨 就是這樣 有一個大螢幕 這個就是A350客機的其中一個升級 輕觸式螢幕, 操控都可以說是很方便 而且氣體也很新的 在香港的電影院下了畫 這裡就有了 還有剛才的遙控器 有一個螢幕 你可以同時看兩套電影 或者不用停止一套電影 就可以看到你的飛機飛到哪裡 好, 到食物了 這裡的食物可以說是不過不失 這也是國泰一直以來的救病 這次這程機的頭盤有些三文魚 有些沙律, 麵包 而主菜就是美心推車仔的形式 你可以在上面刀一個 我選了西蘭花炒牛肉飯 甜品有些生果和芝士 還有一粒朱古力仔 吃完都要睡覺了 我只是睡了四個小時 差不多回香港了 又是時候吃早餐了 有西式炒麵, 有粥 質素還不錯 其實飛機上的早餐 就像分手Kill一樣 你都走了 隨便撿劑, 擠些東西就算了 不過航空公司也是這樣 雖然國泰的食物質素 不是特別好 但老實說 也不是叫最差的 有很多航空公司的商務客人 都比它差 但也有待改進 不要跟差的比 要跟好的比 差不多到香港了 我作個總結 這班機器真的不錯 起碼飛機夠新 而且位置真的很舒服 我相信很多人都反映過很多次 看看你改不改 雖然我都斷斷續續 搭了二十年國泰 看著你們的排名 服務質素 不斷下降 但我仍然都很驕傲 因為你始終是我們的粉牌 伴著香港人成長 無論如何都要支持 好, 多謝大家收看 大家有沒有興趣看我 拍下這些飛機的東西 有的就在下面留言 按個讚 按個讚 接下來還會有兩條影片 介紹一下香港機場的後機室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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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個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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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個讚